新北市两岁南投重镇不幸死亡个案 家属曾经质疑在第一时间 中央地方通报电话通通都打不通 耽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 但是随着本土个案越来越多 疫调人员真的已经是忙不过来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说了 他在视察同仁工作时发现 疫调人员一天要处理上千通的电话 甚至电话接到累 接到哭 希望中央能够简化行政程序 一通电话才刚打完 另一通又响起 疫调人员每天就在这通话地狱中 尤其新北20号本土确诊 飙升到822例 新北市长侯友宜预言 疫情海啸很快就会达到高峰 未来个案只增不减 仅仅三四十位人员 一天要处理近千例个案 电话达到手软 前线同仁的辛苦有谁知 我的板桥是一天 中和两岁同重症病逝 家属抱怨疫调居隔通知太慢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批评 侯友宜为同仁报区 含话中央简化程序 繁琐的转接过程都拿掉 把决策权下放地方 但中央队全责分配似乎也搞不清楚 隔离事件本来就地方在办 有什么地方要经过隔离都要经过中央的审查 没有啊 需要地方把那个资料做对 那我们才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 居隔单把它送出去 居隔单是我们送出去的 不是把你讲对还错 就是需要地方跟中央一起来玩 空气凝结五秒钟 双方对看一眼 认知似乎不太一样 争辩将近一分钟后 陈时中皱了皱眉头 不解的说这怎么会对 居隔通知本来就是地方主导 中央不会干涉 没讲没有讲清楚 确诊多少有差错 电话就得重新拨通 一来一往效率低 徒增疫调人员负担 疫情严峻时刻 需要全民共同体谅 既然刘伟成新北市报道